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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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兄气色确实还好啊 前些天听说你病重 都闭门谢客了 把我和景瑞吓了一跳呢 这个节气得病不是小事 只是受了些风寒 好多了 苏兄 我带了几筐 最新从岭南运来的柑橘 你生病啊 口里苦 吃那个最好了 好啊 刚才进门吩咐他们拿点劲来的 非流 你们的虎丘之行如何呀 泡温泉真的太舒服了 苏兄应该去的 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来 给 这个皮薄又好包 枝多味甜 苏兄一定喜欢 我准备啊 把这些果子都收着 来年 他自己院子里也在他即可 这菊啊 生于淮南则为菊 生于淮北则称为智 若真栽在你家里 我想结出来的 恐怕也是苦瓜吧 就你懂 这菊子挺新鲜的 居然是从岭南运过来的 走的一定是官船吧 没错 是从岭南府直接发过来的官船 走富江 中途不需要停舰的 自然比普通运船要快一些 京城富贵人家都喜欢着呢 整整十船 没多久就分完了 抢都抢不到呢 幸好我爹提早预定 咱们才有这般口福的 原来是这样啊 那可真是成了你的后勤了 苏兄客气了 尽管吃 吃完了 我再叫人给你送 身子烤得暖暖的 再吃着这个 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苏兄只吃了一个 非留一个都没吃 你这一会儿都吃了好几个了 你是不是打算 把这一筐全吃完了再回去啊 好吃嘛 苏兄若是喜欢的话 回头我再多送下来就吃了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皇后娘娘都病了 你也不去宫里探访探访 皇后娘娘病了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我得去问问了 要是皇后娘娘病得重 我得禀告爹爹 让他赶紧回来 怎么了 延后不再经历 去城外的玄天观打叫去了 你们也知道我爹 两耳不闻红尘事 一心只想着求先问道炼丹 要没有我这儿子 我们家都改成道观了 那皇后娘娘也不管管他 唉 他们兄妹一向不亲近 我爹喜欢清修嘛 若不是宗祠在京城需要人照管 他一早搬到山里去住了 言伯伯清淡无为 如咸云野鹤一般 可你为何是个哪里热闹 就往哪里凑得惹是惊呢 我看像只野猫 行 你萧大公子有气质 您是家猫行了吧 好久没有听你们这么斗嘴了 苏兄 过年的时候 苏宅还是只有这些人吗 嗯 除夕大半就是这些人 不过到了初三初四 我会再请些朋友来 怎么样 你们到时候来不来啊 嗯 自然是要来 只是苏宅人少 除夕会冷清吧 不冷 苏兄啊 他不是爱热闹的人 再说了 我觉得这家里人已经够多了 不像我们家啊 每次寄完祖扣完头以后 整个府里 就像只有我一个人似的 令尊呢 一般就是回丹房去练丹了 那你可得找点事儿 自己好好消遣消遣 诶 苏兄 今年要不要跟我去罗氏街的青楼去逛逛 你看啊 这飞流 也该成年了吧 好 那你寄完祖就过来吧 咱们一块喝点酒 然后你就带飞流去玩 嗯 今年不在郎州 我又刚好病了 飞流一定会觉得不习惯的 好 小飞流 今年你就归我管了啊 我今天可是按照您的吩咐 一直都歇着呢 你的思虑不停 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劳累呢 思虑在心 岂是想停就能停的 你是极聪明的人 应该明白损耗过度 必不长久的道理啊 是啊 我也想能多撑些日子 只有让您多费心了 我来照看你 可是跟人打过赌的 我知道 你可不要害我输了 我去看我 我去看 zeit 我去看我 但你们俩应该随了 你应该对 你待会儿 我来的话 怎么样 也行 我召唤你回来 你有身体 我没有什么 殿下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我就不能来探病吗 不过也确实有事 皇后突然报病 想必你也很关心原因吧 殿下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皇后种的是软会草之毒 软会草 这种草药 扶植令人沐血 四肢乏力 食欲减退 可药性只能持续六到七天 殿下为何如此确定 皇后发病时 我母亲正随重嫔妃 一起在郑阳宫历行朝拜 症状看得清楚 事后也有探查 所以可以确认 是谁会对皇后下手 却又下这种并不具有烈性的草药呢 豫王也正在宫里大肆追访 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下药之人 这是后宫的事 我编程莫急 就让豫王去查吧 就算查不到也没关系 最后的结果 无非就是皇后参加不了祭礼 没什么的 苏先生在想事情的时候 手里也会无意识地搓着什么东西吗 我常常这样子 就算一个人发呆的时候 手指也会乱动 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吗 是啊 我认识的人中 也有一个这样的 先生的江左蒙除了飞流之外 应该还有些身手高决之事吧 殿下有用处 户部审追正在查一桩大案 我怕他会有危险 审追连私泡房的案子都告诉殿下了 你们的交情 这是越来越好了 你竟知道私泡房 也是 沈追是先生让我结交的朋友 当然会实时关注 这些朋友可值得一交 先生确实会演 选出来的都是治事良辰 与之交往甚至愉快 只可惜我对他们不能一片赤诚 心里总有些不舒服 这点不舒服 殿下也只好先忍着了 不如我好好策划一下 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 让殿下去帮个忙 也好多攒一点人情 人情中若无真情 再多又有何用 我以为结交良辰 手腕戊虚太多 只要以丞相待 何愁他们对我没有好感 有道是 君子可欺之一方 只有诚心 没有手腕 是万万不行的 想夺嫡这样的事情 如果比得只是诚心和善意 史书上又何来血迹斑斑呢 殿下现在只是小漏锋芒 尚可隐晦几日 一旦太子和豫王注意到你 便再也没有温情默默了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 我已走上此路 当不至于如此天真 刚才说的话 也只是因人而已 只怕你越弄心机 反而越得不到 用人之道 本就不能一概而论 殿下有殿下的策略 我有我的方法 殿下品的是德 我量的是财 有时候以德为先 有时候以财为主 这就要看殿下 把人用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呢 殿下去看看院中的那个人吧 他叫童鹿 我与外界的一应对接都由他来负责 我对这个人 可谓是信任至极 可是他的母亲却被我留在郎州 由江左蒙照管 我对同路为以重任 用人不疑 这是我的诚心 把他的家人留在手里 以防万一 这就是我的手腕 你一定要把自己做的事 都说得如此狠绝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狠绝之人 人素来只会被朋友出卖 敌人是永远没有出卖和背叛的机会的 这个我信 但你可知 你若如此待人 人必如此待你 先生如此聪慧 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 我明白 可是我不在乎 殿下竟可以用任何的手段来试探我 考验我 我都无所谓 因为我知道自己心里终于的是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 私泡房用官船来走私火药 由来已久 每年走私的量都是固定的 可是今年却偏偏多了两船 可这两船火药却最终没有进入私泡房 而是神不知 鬼不觉地消失了 或许 或许什么 走私这两船火药的另有他人 也就是说 仍有一批火药暗藏在京城当中 不知何处不知何用 把火药运掉成立 如果不是为了制作炮烛 那就是想炸毁什么 此人能够调动官船 还懂得使用障眼法 以户部和私泡房来做等剑牌 他一定不是什么普通的江湖人 那他是想杀人还是想破坏什么呀 今年的京城又有什么重要的场合 可以成为他的目标吗 年终伟计 是从岭南府植运过来的官船 走富江 中途不需要停检的 看来皇后的病 真的和岳贵妃没有关系 备马车 我要出门 燕大夫 我真的是有特别紧急的事 必须要出一趟门 您 您看我这穿得多暖和呀 再说了 飞流和骊刚都会跟着我的 您就放心吧 您 您看这风雪都停了 应该并无大碍吧 有没有大碍 我说了才算 你虽然只是风寒之症 可是你身体的底子 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 你要是横着回来 这 这不是明白这拆我的招牌吗 那燕大夫 您看这样行不行 今天只要你让我出去 都回来以后我什么都听您的 不行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干什么 放我下来 你不许去啊 亲战们 快放我下去 你不许去 你不许去 我刚才看完 我看你了 你不许去 我自己就在那边 鸡肉 遮处 利上传道 你不许去